另外来看到是妇女救援基金会招募志工 竟然打出了史上最害羞的志工工作 就是要找人来看情色片 来研究对于现代人的影响 虽然询问度很高 不过他们也是有条件限制的 比如说要认识前情色片的女演员苍井空 还得要知道一些情色片的专用术语 如此开放的研究方式 让很多民众听了都觉得很尴尬 独大的标题招募情色片志工 你没看错妇女救援基金会 真的要找人来看情色片 消息一公布官网立刻被塞爆 不到两天就将近200人报名 其中三分之二都是男性 报名情况超踊跃 我们的文案设计就是以类似这样的方式 那也可能是年轻人熟悉的一些A片的女星 然后作为一个媒介来 除了得要认识苍井空 观看情色片的经历超过五年 还必须了解情色片的专业术语 在活动流程也是非常谨慎 把男女志工分开 还有免费零食 让人边吃边看 但十个人小房间同时欣赏 还要参加座谈会 这也太尴尬了吧 就连女性也觉得 找人看情色片的活动实在很没意义 我觉得看A片没有什么好研究的 我觉得那只是个人欲望的问题 想要探讨情色片对现代人的影响 但直接找人坐在一起欣赏情色片 这么开放的研究方式 对大部分的民众来说 真的还是怪怪的 整体新闻王宗翰胡佳珍台北报道